一年一度的溫哥華華浮節 將會在這個星期六日中午十二點 至到下午六點舉行 有多個舞台表演 中國傳統文化活動 華浮盜賞團和兒童活動等 李文欣去了解過 第二十二屆溫哥華華浮節 將一連兩日在Kiva街和Columbia街舉行 今年華浮節擴大街區 將有更多老少嫌疑的表演和活動 預計將吸引至少五六萬人參加 有溫哥華舞蹈學院 有夏威夷舞 印度舞 中西樂隊 還有那些樂隊都幾十人那些 所以變成兩日由十二點到六點大舞台 都有不同的節目 藝術的展覽 干貨都有三十幾個檔攤 有十三間流動的食物 每個食物都有很獨特的食物 也會與華浮競爭有競爭的 李世雄希望透過華浮節 令更多人認識華浮新面貌 新的政府和舊的政府 市府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早幾年來可能有骯髒 又有咖啡多 但是今年因為這個新市府 給了多些資源 我們加強了清理 所以現在你看到華浮 街道都是乾淨了很多 有些人在Richmond 在Bernamby 在Cocolla 他們未必要下來華浮買菜 但我們也要吸引那些人 來不來下來華浮 看看我們的歷史 因為我們有新的博物館 有storytelling 有museum 有新的sing garden 很多東西他們可能沒有來 另外今年中橋白曼行 今個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園舉行 目標籌得37萬五千元善款 支持中橋的重要社區項目 白曼行由上午9點開始 近五十支隊伍 290多人由林柏文園起步 沿著公園的3公里 同7公里的海濱路線步行 當日還將會有現場音樂表演 遊戲攤位等等 接下來社區還有其他精彩的活動 一起去看看 今個星期六晚 溫安華交響樂團 將會在本拿比 Dear Lake公園 舉行長達2個小時 免費戶外音樂會 到時將會還有免費的家庭活動 和多架美食車 華浮掌控管舉行攝影比賽 鼓勵大溫攝影外耗者 以華浮的面貌 和華浮的地方兩個主題 捕捉華浮充滿活力的文化 和悠久歷史 冠軍作品將會獲得500元現金獎 如果你有任何社區消息 想和我們分享 歡迎電郵站 news at omni bc.ca amni news記者李文欣 在溫哥華